車子一抵達西港市區 最先映入眼簾的不是迷人的海景 而是一間間壯似荒廢的建材行 還有外觀看起來像學生宿舍的園區 原來2017年開始 由於中國打擊網路賭博 這門生意便轉移到西港 高峰時期中國有20多個城市直飛西港 到2019年西港共計湧入20多萬名中國人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熱錢 由於緊鄰海岸氣氛家 當地人與中國人都喜歡來洗用餐 只是同條街上的餐廳也分等級 靠近海灘的木屋價位清明 一街之隔的餐廳吃一頓動輒上百美元 西港以往是靜密的度假天堂 自此景致巨變 近空的海岸線轉而賭場飯店林立 此外還有許多以高科技園區為名 實則從事網路賭博 詐騙的機房拔地而起 背後的金主幾乎都來自中國 沒想到2019年 檢國官方下令禁止網路賭博 這些西港園區內從事詐騙的中國人頓師生計 加上疫情爆發 吸來攘往的西港不再 這些大樓變成一棟又一棟的爛尾樓 也成了治安敗壞的溫床 採訪這天記者哥的當地人士 經過一個一個大型園區周圍 這正是先前鬧上國際版面 柬埔寨打工陷阱醜聞的重鎮 施雅努港減成西港 柬埔寨中央打擊不法的力道 9月中旬清真西港展開五天掃蕩 藏身園區的詐騙分子 設法遷移藏匿 好幾十名受困的台灣人 趁機脫逃 中央設計者訪問到脫逃的當事人 說明詐騙集團戒備森嚴 是網上 然後後來就是說 叫我們回去這裡起立 然後後面就是說 辦完程序 然後把我們的企業的手機 已經拿過去給老闆 然後就是他有必要的手機給我們 我朋友是說 很好的工作 就接不上很好的工作 然後說要不要過來 然後說興趣很高 然後當時我也沒有搶很多 然後就直接飛過來了 對 就可以殺 然後叫他投資 就是一些金融方面那樣的 霍車的當事人表示 面對檢國警力的搜查 園區這幾天為了躲避茶器 帶他們四處逃 已經好幾天沒有合眼 相當疲累 回想被騙到園區內的往事 心有餘悸 沒有業績 然後就用電擊棒 然後用手這樣子 一閉一閉一閃一閃就是工作 對 每天工作要12個小時 對 第五階的老闆 直接把我們放出來 嗯 就因為他覺得會發生事情 就不想讓自己惹上麻煩 掃蕩詐騙園區行動持續進行的同時 監埔在國家反人口販運委員會對外表示 51天內受理420起人口販運個案 救出118名外籍被害人 抓捕和起訴67名剪輯和外籍嫌犯 但真的有效打擊犯罪嗎 夜幕低垂 滑燈出上 這個約7萬人口的城市一片金幣輝煌 不只賭場飯店招牌霓虹閃爍 許多園區的宿舍 辦公室的照明也一一亮起 作著歐美盤瞄準西方客人行片 儘管當地政府宣稱嚴格打擊犯罪 經過記者實地觀察發現 部分園區照樣開趴狂歡 有些獲取的當事人以為安全了 卻被檢國收容機構人員 索討小費和贖金 陷入另一個深淵 要將落入 柬埔寨打工陷阱的民眾帶回錢 須打底的琐事還不少 奔赴前線的台灣警官 不僅要和檢國交涉 在聯絡家屬繳付罰還與歸費時 又常被冷回 身上錢包還被援救出來的民眾 爬走挑戰重重 詐騙行為日新月異 唯有提高警覺才能自救 中央社系的陳嘉倫 金編 施雅農港高島